昨天一则国家级警报 卫星还是非但闹得沸沸扬扬 距离大选投票日仅剩三天 国民党批评这是蔡英文政府在搞诈 用国家机器发布假讯息企图操弄选举 抹红国民党拉抬民进党 而且近日有人制作抓到会选图卡 以宜兰地检署知名散布假讯息 难道跟民进党成俊宇没关系吗 我要告诉民进党 这个黄鸿达跟我们刚刚说的张军霄两位 都是曾经过去长期以来 在帮民进党发送图卡在各群组里面 这个是张军霄 这个是黄鸿达 不只是发送赖清德的 他也发送这个三张什么三票挺台湾 像这样的一个讯息 都在他们的群组里面不断的在发送 那今天他们来发送这样的一个 抓到会选的这个假讯息 民进党你能够说你不知道吗 我怀疑这个图卡就是来自于民进党的党公职 甚至是在民进党的党部做出来的一个图卡 所以我希望陈俊宇政营要交代清楚 赖清德你要交代清楚 这个到底是谁做的东西 为什么会是由你们的人在群组里面发送 我觉得每次只要到选举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管是飞弹飞过去呢 或者是什么卫星飞过去 我想这个是不是民进党早就已经在跟 中共其实是暗通款取 这个根本就是在帮助民进党选举嘛 怎么会跟我们有关系 为什么这一次只是卫星而已 卫星而已他就来发布这个讯息 是不是因为利用这个国家机器 来你做这个双基的动作 现在是你哈民众吗 还是怎样 要说清楚啊 长期过用这些令人不辞的选举手段 来抹黑 跟抹黑 而且执政期间呢 又是贪腐百出 我想自由民主的社会是应该是这样 我们不应该是用这种欺骗 抹黑 攻坚 甚至于恐吓的方式 来影响这个选举 这不是自由民主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常态 国民党质疑国家机器介入选举 不止这件事 还有宜兰地检署大动作传唤 去年底曾到中国旅游的地方基层人士 过去民进党高层也曾到中国 交流拜访 难道这是绿能你不能吗 民进党抹黑又抹红的奥布 污染了宜兰这块民主圣地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司法戒选 非常二职的一个手段 这不是只有抹黑抹红而已 这个是毁灭人格啊 你叫这些村体长以后 要怎么面对他的选民 整个就说他们就是中共戒选 是中共的棋子 你怎么不说 他们会不会有苦难言 是不是被抹黑栽赃 为什么去旅游 就被说是戒选 那你们这些人去旅游都怎么说 这些人去交流都怎么说 另外我也要跟大家说 不是只有去交流而已 有很多民进党的高官政要 在大陆有做生意 陈俊宇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不知道 不要告诉我说你都不清楚 你们的人都在那里做生意可以 民众去旅游都不行 什么样双标党 绿能你不能是吗 不希望看到司法检刀单位 在这个选举的敏感时刻 介入司法的相关 利用司法的手段来进行 戒选的这种动作 希望能够四口而食 不要再继续让我们的司法公信力 逐渐继续再流失 对此民进党回应表示 会选图卡并非出自民进党竞选团队 请黄春廷不要对号入座 也请黄春廷分清楚到中国交流 与装脚到中国被招待是不一样的意义 相信台湾人民是有智慧的 国民党已经离社会主流民意太远 呼吁选民透过这次大选 让国民党消失 去的是国民党的装脚 长期支持国民党的人士 帅团的是国民党的副主委 到对岸 对岸授予的任务 是要他们支持祖国的人 要他们支持国民党候选人 那怎么会说是帮忙民进党 民进党无辅销售 经商 然后为什么体育交流是不可以的 这个地检署 我的声明讲得清清楚楚 有几个团到了哪里 然后受招待对方跟他讲他怎么投 怎么选都是装强 跟一般的两岸交流完全不同 台湾人民是有智慧的 自然可以分辨出这两者的不同 国民党我觉得这个党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太远太远 已经是古老时代的政党 我呼吁大家这次就这次选举 让国民党不要在台湾存在 这个图卡我看了 那我详细看了 第一个他并没有指涉什么人做什么事 哪个候选人 所以请黄真廷候选不要对号入座 心虚对号是入座 第二个他不是陈静宇竞选总部文宣部 竞选总部发出的这个图卡 因为陈静宇的竞选总部 所有的文宣 我们有一个这个审核小组 我也是成员之一 审核小组 少数几位是审核所有的文稿等等 那么至少从来没有审过这个图卡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导